有一天,月广请好朋友喝酒 突然发现酒水里游动着一条小蛇 可是他却不敢说出来 于是就硬着头皮把酒喝了 回家后,他越想越觉得肚子里有条蛇在动 于是便病倒了 月广听说朋友生病了 便前来探望 并问他是如何生病的 朋友便把来龙去脉告诉他 月广听后解释道 那酒杯里的小蛇其实是挂在墙上的弓 在酒杯里的倒影 朋友一听恍然大悟 于是病也好了 从此,他们的友谊更加坚定